媽媽第一扇,這在這裡 在這裡吃得好 欸欸欸 把我處理就好了 在那裡還要煮得平衡 那個飲料不用錢,盡量喝齁 如果要喝酒,這裡也有 這樣粉那個沙拉醬吃得好 這個很乾淨 很乾淨 我現在也吃得好 用小鮪魚就好 同樣跟經理買的東西 沒大 現在就是當中一台,沒辦法用 啊,太陽 你的菜頭 因為現在菜頭不漂亮,你看多漂亮 芝麻葉 芝麻葉 芝麻葉,魚白 我會說你用那個剝剝 剝剝剝剝,看不然我沒有熟悉 不然我才沒餡 不然我才沒餡 好甜喔 很甜喔 魚白好甜喔 魚白很甜喔 只有牛奶而已 對 對 雖然是生的東西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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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成就是把腥味拿掉了 年國一百年嗎 對啊 還是 百年啊 那個我帶去的 下次要去那個帶一下 釣蝦嗎 釣蝦很愛啊 這麼香 這麼香 就干貝啊 就干貝啊 生食級干貝 魚都大顆 好像有說,我們說掛包 我們在掛,裡面掛皮也在包 我都說味料的才會用這個辣椒 那種味料 我是真的覺得不錯吃喔 我覺得你應該多推廣這種 比較下雜的 什麼把它弄好吃 什麼樣的一個焦魚 焦魚 焦魚 焦魚好吃 焦魚 我下雜魚超多的 焦魚真的好吃 你只要問什麼是下雜魚 問我 因為我每天在分析裡面有什麼魚 要靠我們自己的基礎 頒獎天理 歐耶 謝謝 這安康魚 感謝感謝 很漂亮喔 對,做好漂亮 大感謝 這是封面嗎 封面做 這個就是 這就是安康魚 安康魚 安康魚 他做那個標本做起來 哇 很讚 不是那種 你手拿不穩的話 刀也就斷掉了 而且 那個也是野生的 自己自己抓到的那個烏魚有沒有 對 烏魚一直切這麼大隻 人都也切不補了 沒有啦 牽就好補 牽就好 阿康那天跟我說 他們爸爸要來吃而已 這不用船 對吧 可以去拚 對啊 不要不要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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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婆婆說我都可以 對啊 油跟香 還可以 很會膩 對啊 他的名字就叫花魚就對了 然後他就是英記的花魚 台灣沒有 對台灣沒有 所以我就知道部分也找不到 還是好吃 等一下 弄完 這樣不要 這家怎麼抽阿 這家好抽阿 這家60了吧 這個比那個老李那天釣的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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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貴了 可以看 哈哈 我可以切 可以切個 一、二兩 你問我要不要 我沒有辦法吃那麼多嗎 他那種是不是可以煮湯什麼 煮阿什麼 那種下面用煮去煮 那種是煮湯用的 豬湯紅燒 好 好 不好意思 這個好用嗎 這個好用嗎 這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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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留肥 要留肥嗎 好啊 幫他留一點 沒關係幫他留一點 我幫你留 我幫你留 他會留就好 他刀工也不錯 多少 680 680 其實旁邊留到就漂亮 對啊 我看他每次貼得很漂亮 你會幫他留肥嗎 你還要幫你留嗎 什麼 你要幫我留 我幫你留 好啦好啦 鮪魚肚 那個會不會太貴 我沒吃過 會不會太油 會不會太油 沒有在怕油的啦 油就喝油切 哈哈 這是黃旗啊 沒有看到這個鮪魚齁 還是紅色血和肉 跟黑色血和肉的狀態 其實他們都不代表不新鮮 他只是在死亡過程中過氧 過氧 對 氧化的狀況 那基本上你看 是切開以後才會變色嗎 沒有 其實本來在活體的時候就會 就會開始變色 也就是說他的ATV消耗過量的時候 會變成有氧無氧 等於是過氧 對 過氧的狀態下 就是跟乳酸堆積的概念 對對對 但是這個 這個過程中 不影響他的味道 只要我們處理過程正確 前面我們先殺之前 噴上鹽水 我介紹一下這個部位 這部位我們是有一個 凹進去的位置 鞋盒凹進去嗎 鞋盒凹進去 我們先把鞋盒取下來 因為他是黏著骨頭 所以我多少前面 低段刀的時候 會貼著 貼著 往前推 他會產生一個 往下凹的一個空間 有沒有 所以他鞋盒的 他是很順的這樣 對 很順的 會分開 有沒有 會分開一個距離 那我通常會盡量 把鞋盒肉取下來 鞋盒拿來半煎啊 味道相當的好 嗯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鞋盒 尾巴就拿去丟掉 有沒有 其實不對的 這個應該都有正常放鞋 應該都不會那麼好 對 都還好 因為其實像這種 那個 大木尾 大木尾 大木尾的魚肉 就是都相當好吃的 不會不好吃 這不是黑尾啊 沒有 這大木 大木 這個齁 很簡單 我的做法是這樣 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 先圍開 醬油 我那天你也是這樣切的 對對對 我就醬油 上次是 你給人家吃是先抹 然後再切 對對 先抹再切 但是我現在是醃這個醬油 我現在是醃而已 對對對 不是要給人家吃 沒錯沒錯 然後 其實我跟 還給你講一個秘密 我家的剩餘片的醬油 是屬於好吃啊 是因為我用這個大量醬油 再倒回去嗎 對 醃製完魚肉之後再倒回去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它吸收了魚的味道之後 產生更好的味道 所以 人家說 你們家的剩餘片醬油 為什麼都會有不一樣的味道 是因為我們每次用魚 那可是魚不是本身它還是有一些 比較容易壞掉的東西 鹽漬 是因為醬油有殺菌還是 應該是鹽熟 它已經熟了 應該噴那個鹽水的關係 對對對 就一些殺菌 殺菌的部分是因為我的醬油夠鹹 哦 對 鹽度夠 那你也知道以菌會 是菌 那醬油 醬油也有菌 對 所以它會有這個狀態 像我這樣醃製完對不對 嗯 我醬油已經產生了 魚油的醃製 所以你摸摸看 這醬油的味道都不一樣 摸 就是摸來吃 你吃吃看 那魚味就出來了 用 對不對 那魚味出來之後 我在算高濃度的醬油的時候 再把它倒回去的時候 就是我要的醬油 就是你們常在用的魚醬油 對 我魚醬油都是用血鵝肉的醃製來做魚醬油 等於是要養這個醬油 對對對 所以你看我這個醬油 不是隨時隨地都會一直用 然後上面還有一層魚油 嗯嗯嗯嗯 這就是 為什麼我們家裡都好吃的秘密 這其實只是一個手法 可是確實看 味道做得很好 嗯嗯 那這就是 我是覺得說就是 一個手法吧 那不一定說每個人都可以照這個方式走 第一個你要選的是 這個部分要新鮮 嗯 又不是每次買的鮪魚就可以那麼新鮮 嗯嗯嗯 那第二個 你聞看有沒有味道 沒有魚味 什麼 你說哪個這個 這是魚魚 你看 這個魚 你聞看有沒有臭味 魚臭味 當初買的 對 可是有一些鮪魚會有 喔 是鮮度不好的 對 所以鮮度不好就千萬不要這樣弄 就是活肉跟死在海裡有差 嗯 就是活肉狀態有差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鮭魚啊 就是你回來的時候 一定會做一個前置的動作 對 我就是 因為我們一般都沒有前置動 我就直接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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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以前是有啦 放就放個 可是就放到六七天就覺得 有一點味道不好 沒有沒有 就是沒有熟成的那個正確方式 熟成 如果是那個鮭魚啊 嗯 鮭魚的熟成跟那個 其他魚的不同地方 是在於說 它主要是還是在鹽水而已 鹽水 就是譬如說 你剛剛有說浸泡 對 100cc的那個鹽水 用噴的就好 然後一匙鹽這樣子 一匙如果是用昆布 就說差不多千分之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或者是1.75以上就可以了 鹽度1.75以上就好 1.75就半鹹水 半海水 半海水 也就是我們講的滲透鴨 嗯 焦水滲透鴨 剛剛那個大哥啊 處理的那個 很漂亮 他是連他的魚皮 我都買這一間的 然後他的頭也很新鮮 對 而且不貴 他的頭都一斤170而已 他魚皮可以用熱水燙過你 魚皮可以用熱水燙過你 所以熱水燙過直接切也可以 哦 因為我用過炙燒啦 可是就是 不知道刀不利也怎樣 就是變皮跟肉會分開 會黏 切好會分開 然後 中間這個我會幫你修一下 我會盡量幫你修一下 這很重要 前面這個鹽水一定要先噴 才可以切割 切割都先過鹽水 對 切面也都是下鹽水 然後我第一個切面 譬如說你看喔 這裡有一個山丘 一線 他這個是算什麼部位 就是 中後段 這是背 中段 中心 就是我們側線中心 接下來就是肚 所以我下刀是 我的建議是 如果說我們吃的分量要夠多的話 第一個圓弧這邊有一個弧心有沒有 有五度的中心 我順著那個肉 先下去 肉結裡 對 就可以先把肉取下來 哦 這樣去魚皮 對對對 因為是短嘛 接下來 第二心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交叉點 我拍近一點 交叉紋 有沒有 一般我們可以從這邊下刀 這邊下刀會怎樣 你看喔 下刀 我會避開什麼 變成兩邊 筋會變兩邊 中段就沒有在裡面 中段就不會包在裡面 吃的時候口感就不會那麼多 這個就是比較油的部分 對 比較油的部分 嘿嘿嘿 這是這兩個 就是背油的部分 接下來 你看 筋已經走向這樣子 往上 嗯嗯嗯嗯 所以我再拉過來 一公分 兩公分的距離 下刀 嗯 嗯 這會怎樣 這片也是一樣 滿油的啊 很油 有沒有 只是剛才看了以為不油 對 不會都很油都很油 接下來是中心點 這邊常會有魚刺 前段都會有魚刺 就是到這邊 它應該有拔掉吧 對都有拔掉 可是我們還是尋一下 如果說有的話 那我建議下刀點是在這裡 正中間 找這個線 嘿 正中間的線 如果它有魚刺 或是比較硬的東西的時候 就會卡住 就會卡住 我們要用的時候 就會把它修掉 像這個 我們就直接把它修掉 這有刺嗎 沒有刺 只是它的油筋 筋會比較硬 這個地方你看喔 嗯 看起來硬對不對 我把它燒烤一下 都是油 那就筋 筋也算油的一點 對你看 就只是油脂而已 所以你看起來 好像是筋的地方 事實上只是油脂而已 可是生吃會比較 口感比較那個 你就沾一點醬 就吃看 一樣好吃 來 來 這白色肉 其實它是什麼 油脂 筋 筋啊 就是它加熱 就是有 好吃吧 對不對 然後這鹽水很重要 一定要夠鹹 你看我燒一下 燒一下 所以我要去解釋的是 有時候我們看到的那個白色 筋 是會加熱 可是加熱之後你看 你吃了 我剛剛有吃了 沒有啊 還是你吃膩了 你哥哥已經有買一塊 你哥哥當然也有買一塊 兩孩都一樣吃吧 對啊 好 這個限點有沒有 我通常會把這一塊小小的修掉 就是你說的油筋 油筋 油筋就修掉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一塊我拿來煮湯 或者是 跟皮一起處理都可以 或者是炙燒也沒關係 對就是跟皮一起處理 做成泥啊 做那個凍飯也沒關係 接下來就是最好的油布 最油的部分是到前端到 這是起口嘛 摘靠 過來一點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逆筋的地方 前後 有沒有 不同進路 紋路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我會另外切起來 切起來之後我就不一樣 所以保存是這樣一條一條的 我們不是 我們就亂切耶 沒有沒有 我方向的 我方向的 我們想要怎麼切 因為後面這個有帶著皮 要吃的時候再拉 所以我的建議是 你就這樣子噴完鹽水 皮可以蓋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 好 然後下面外面也有鹽 下面也有鹽 好 有沒有 好來 然後我就拿一個插手指 把它包起來 對 你要用 那我要吃的時候一樣 是剛才那樣切法 對對對 你就切法就好 那這一塊是因為肚肉很油 我另外幫你弄 嗯 這樣就OK了 好 像這樣子 鮪魚你回去吹個風 先不要 馬上蓋保鮮膜 就回到家的時候 吹一下下風就可以了 那現在我已經先幫你吹風 嗯 等一下我先幫你吹風完 等一下再蓋著 是什麼吹風 就自然的室溫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冰箱 這個是赫度C的冰箱 我們一般家用 一般家用 也就只能這樣用 對對對 就高一點沒關係 六度 有點溫度 高一點沒關係 家用的話沒關係 你就是 吹一下風就可以了 反正因為都有噴熟成鹽 然後就是 對 鹽水啦 都有噴鹽水 熟成鹽沒關係 昆布鹽水沒關係 就只要噴過鹽水 它會產生什麼 顏解保護 那你看 有噴味道就不一樣 所以我就是放 你說這樣 風 就讓它 吹一下風 呼吸一下 大概多久 我大概 像我是像現在冰箱有沒有 我送進去冰箱 讓它吹風 大概 像現在進去啦 我大概 十分鐘左右 十分鐘 然後我就把它封保鮮膜 就是用保鮮膜把它 對然後放到殼墊就可以切了 OK 啊平常保存呢 也是放冷藏這樣就好了 平常的話 你就放冷藏就可以了 啊冷凍 冷凍也可以喔 可以喔 鮪魚應該冷凍 可是鮭魚冷凍過 鮭魚冷凍過 好像 脂肪好像變薄了 等我一下 我以前冷凍的退冰 感覺那個好像脂肪變瘦了 我就讓你這個帶回去 跟上次一樣 你只要 上次 上次我是冷藏啊 你只要 來我教你一個 你就密密的 就不拍了 你可以拍啦 不可以直接碰 也可以直接碰 但是我只是要讓它有香味 保鮮膜一蓋有香味就好 所以是這個 就整個在保鮮膜放冰 對對對 保鮮膜會出現濕氣的時候 這個沾到濕嘛 它會吸水 味道就出來了 它有一點乾燥劑的效果 對對對 插手指也會吸水啊 對啊 吸水啊 最主要是有濕氣嘛 會有效果 有濕氣可是又不會拉太長 鮭魚的杜肉 這是大木尾嗎 大木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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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尾杜肉啊都很好吃 就是 看起來超漂亮的 很漂亮啊 一般人很少會去覺得說 這個是 好吃的食材 我都會盡量把它撿 這看起來油就是很棒 很讚啊 這烤魚烤肉 只是我們不敢買 以為很貴 很貴 以為很貴 第一個就是你要會料理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一般人會覺得 哇這貴是貴的 亂七八糟的 一樣喔 不可以用水洗 水一洗 這尾杜肉都回來了 現在沒有在流水囉 對啊 沒有流水 流水 流水 流水眼泉 沒有 那個有點小粉紅 拿個皮條在那邊 噢 當令箭 要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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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我都知道了 不是啊 沒事 那天不是阿修有幫你關 然後你又打開 對啊 那個都要留的啊 你那個不乾淨 我那天就有看到 我說奇怪阿修怎麼去關 然後你又把它打開 因為我要用 那個是要水 要洗的 不知道啦 沒有那個本來就要留 不然你那個 流魚台會卡 會卡黏液啊 對啊 它會沉澱 因為我們自己做魚的知道啊 對啊 唉 算了沒事 沒事 啊就是 因為你的粉絲幫你辯解 然後被塞你知道 被塞啊 因為粉絲也不是很了解 我們不出面不行啊 對啊 不出面坦也不行啊 對 就 滑這個 大家都是閃殺 而且自己的那個 我說好啊 沒說你要來啊 給你食生的水 來 你這麼會生 你這麼生來吧 那你來吧 對啊 這是不要的嗎 對對對 所以這樣除起來就是 也可以生魚片 也可以魚排的狀態 對 不過我通常 如果我要生食 要做料理的話 我會把附膜修掉 喔 那個太... 那個煮湯都很好 對 這個是要煮湯做料理 煮湯很棒 這兩天我是考慮到 有客人的那個湯 附膜這筋啊 煮湯是非常好 生魚片切出來就嚇死人啊 喔 對啊 其實只要會處理啊 這整理出來也沒剩多少 沒多少肉 不是整塊好像... 我坦白說沒多少肉 對啊 這個... 道工不好根本就削不出肉 削不出肉來 對 我朋友之前就是 買一塊那個鮑魚的 類似這種肚 然後... 想要削... 皮削掉就不見了 對 你如果... 道工不好就削不出東西 然後後來拿給我求救 我說... 我就皮... 我就把皮自燒啦 這個... 你看 很漂亮 對啊 這樣就可以切出很漂亮的 肚肉壽司 肚肉真的一定 像這樣有沒有 嗯... 漂亮啊 好 我先... 我先大概解釋一下 前置作業是要這樣做 嗯... 然後像我每塊都會把它先修好 我絕對都會一個試探子 我不會說一開始就... 就... 就把它照下去 除了那個郭雪伯的老公之外 哦... 那個真的是... 那個擺明來找查 沒有啦... 因為那我就不知道怎麼... 不想回 因為那跟... 不是我的事情 懂你是嗎 我也不能再聽你講什麼 然後我就... 沒有啊...沒關係啦 不是...所以我就... 我就剛好那天就... 啊...沒關係 那我就把自己... 把自己輪...輪進去好了 就他果然也沒事講什麼啦 他就呆啦 他也不是要回什麼 他呆啦 幹... 怎麼會這樣回... 沒想到 蛤... 他自己也沒想到 我自己也沒想到 就神來一筆 神來一筆 神來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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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連講話 沒有含call 我就直接跟他買 神來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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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吃什麼,我真的想不懂 我剛才那一包鮭魚也想買,就有人印意 每次都沒有 每次都買不到,只有買到一次 後來我就拿去炒 鮭魚炒飯 因為油夠啊,把切丁 我沒有想過要做生魚片 只是我朋友那天都在撒什麼 就買了一包 在那邊跑來跟我求救 我說我的刀子這樣切 也是沒有肉的啊 我說我乾脆皮炙燒直接切 才勉強 不然也太油啦 炙燒還可以出一點油 太超油 我就盡量噴,然後就直接切 就還可以 然後以後我們老闆就說,你就做自己的啊 當然也這樣 你說我有興趣就一直做,然後沒興趣就放一邊 就是這樣 我都沒有興趣,我就上班時間做 啊我有興趣 你管我下班要繼續做 趕快給你走 真的啊 以前會這樣啊 因為以前是同事,他就會怕你太好啊 說我啊 下班還在忙,然後就是 要塑造那個啊,就把你汙明後 都一樣啊 不要以為海洋館 不黑暗 為什麼不回去就是這樣 資源這些東西還是沒有用 然後我當年是在野柳自己 想說幫公司打廣告 然後就用這樣一個野柳海洋世界的 有啊,那個 一開始的名字 一開始我們就有看啊 然後他後來說 我怎麼可以擅自盜用公司的名字 我說,欸是你蹭我還我蹭你 對啊 所以我沒有盈利 那時候 那時候才1000多人買啊 一開始啦,對啊 我也沒有露臉啊 我只是放一些 不是,因為我是希望 遊客來之前就看過我們這個影片 所以他到水族館 他可以很快的了解 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跟這隻魚的來龍去脈 就比較有那個互動性 然後就是有的 高層聽得懂 他故意聽不懂 因為他要弄我 怕我 我怕我會搶他 我一點都不想去那個位子 因為那個位子就不能碰魚了啊 我根本就不會想到那個位子啊 那位子就是叫人家怎麼弄魚啊 弄人啊,不是弄魚 啊我就是那個組長位置剛剛好啊 就等於是整個管的管 你那時候還會有很多 本來還有什麼 就是都有合作啊什麼的啊 學校學生啊 他們就是會看到那個時候才來 清華那也是那時候認識的 那那個教授很有名耶 國際上很 因為投足類 其實投足類在國際上是台灣 都在冷落這個東西 他很有名耶 我以前就知道這個 他都已經上那個紐約時報的那個 以前就知道了耶 那不錯喔 可是現在是一個重點 現在這才是重點 現在是重點,還要醃 然後再倒回去嗎 不會 可是這不是雪盒耶 可是也可以 因為他油多對不對 對對對 利用他的油 你會把它吸光嗎 有啊有可能會吸到 吸光你倒回去就沒了耶 可是出來的音質很精華的醬油 喔這精華喔 真的是醬油喔 醬油喔 都是醬跟油 分兩層 他現在精齁 所以你怎麼吐掉了 沒有沒有我只要先試味道而已 現在精齁已經吸到醬油了 然後加熱它會縮起來 加熱會縮 所以肉會結實 對對對 像牛排那樣 沒錯沒錯 這個時候就是要 這個也是一樣嘛 吹風 10分鐘 沒有沒有沒有 醃好就這樣擺了 明天要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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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 分布 這個明天要煎 煎完之後就 也是這樣外熟內生 外熟內生 外熟內生 你等一下帶兩塊回去 蘸蛋蘸 你吃就知道 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 靈魂 一點點也是 明天的味道又不一樣 就是清洗淨鹽就好 不用特別吃 沒有啦 因為你有那個商品嘛 所以我就覺得不用說 常常秘密說 你沒有 不需要 意思說你也有用在用這個 我也有在用這樣 好那我已經回來把那個 每一條 郭師傅切的那個 鮭魚 跟送我的鮪魚 我都已經把他用 那個 保鮮膜都包起來囉 然後我現在就是 慢慢把他 排好 然後 就算熟成 慢慢熟成這樣子 好那這是那個 鮭魚肚肉 好這鮪魚 然後 然後這個是 杜肉的醬鮪魚 這個是要 拿來煎的 我們明天就一起煎 試吃看看 我擺上去 好那是 中坤師傅 給我的兩條坤布 好 那因為這盤子 我放不下冰箱 所以我換小一點的盤子 阿修你在幹嘛 好那 因為我要放冰箱 冷藏 那剛剛已經 他已經在那邊有幫我吹過風了齁 所謂吹冷風的階段 那所以我不用再做這個階段 那我就是再把他 封起來 然後就放冰箱 那因為我沒有兩度C的那個 冰箱 我們就是用一般冰箱 來測試看看 然後他已經有抹了那個 他已經有上了 噴了那個 算是人家的所有的熟成鹽齁 那那個東西呢 就可以輔助我們 不要讓壞的細菌滋生 好 那我們就是這個狀態下 保存 然後明後天就可以來 慢慢享用 好 進冰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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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